大家好 今天 接下来这个视频 我将给大家介绍如何把你录制好的视频的语音转换成文字 如何使用剪影这个软件 如果你也想把你的视频的语言转换成文字 那么这个视频 那么这个完美的视频非常适合你 接下来我将逐步的向你展示如何操作 为了避免你在操作的过程中不会犯错误 请您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看完我的视频 首先我们打开剪影的APP 然后我们看到这有开始创作 然后我们点开开始创作 然后从你的手机里面显入你的影片 你制作好的影片 然后点选择 然后增加 点增加 视频已经在里面 然后跳出来 你看到上面有编辑音页文字 那我们选第三个文字 文字这上面有自动产生文字 那我们点自动产生 然后这上面首先我们要选择语言 我的是英文 那我给它显成中文 那我就选择为中文 然后这边 识别填充字和停顿 这边我们把它打开 感动字幕 我们也把它打开 移除选择字幕打开 如果你不需要 你可以不打开 但为了有错误修改 然后我就点开始 我们点开始创作自动 它现在慢慢的在转换 可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如果你视频不是很长的话很快 这里它显示有17个要删除的 然后你检查一下 哪一些你可以删除 哪一些你不可以删除 你可以自己修饰一下 修饰完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点完成 点完成 然后导入 然后你再看一下 仔细看一下 然后自己在修潜 然后导入 导出来 这样就完成了 就这么简单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 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非常愿意回答您的问题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给我点赞加关注 因为我会一直录制很多有用的视频 这些视频对你来说非常有用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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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